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东网点评 我是李思 自身冠肺炎疫情爆发至今 全球多国仍然未开放给旅客入境 内地最近出现微旅行风潮 吸引不少民众参与 究竟微旅行有多微小呢? 又可不可以振兴地方经济? 和大家分析一下 以距离近、时间短、慢体验 轻松游为特点的微旅行 成为不少人度假的新选择 利用时间空间上的微 换取细致深度的体验 透过不一样的视觉和步伐 感受周遭的环境 北京市民旅局 上个月推出首批 十条慢步北京城市休闲路线 让北京人和外来游客 感受不一样的新北京 人民网评论文章指 内地大众旅游已进入全新发展时期 越来越多的人 已不再满足于既往的流水线旅游服务 更愿意花快在体验上 旅游方式亦已重踩点式 逐渐转范围深度游 旅游街人士说 年轻旅客不再执着 在空间距离上的远方 而是愿意在城市和周边 发掘新潮的玩法和体验 风景名声固然能吸引眼球 各地的文化气息和生活味道 亦能持久打动人心 这正是微旅行的吸引力所在 微旅行被游客深度体验到文化和生活 感觉好游言、好享受 真正能够达到放松的目的 微旅行高别了重重的旅游模式 与常态发疫情防空下 大众旅游的需求十分合拍 文章认为 各地应该学习北京、上海等地的先进体验 引渡社会资本投入微旅行 鼓励旅游企业开发出 能够深度体验本地特色的线路和产品 此外更加要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文章又指 透过治理上的改善、服务上的改进 延续微旅行优势 进一步提升公众幸福感 影响令人期待的良性循环 今集都网点评时间差不多 再回 全民检测网上预约来到第二天 有三间检测中心 全部七日的时段已经爆满 我们早上在预约网站 选择官堂秀贸平社区会堂的检测中心 所有时段都预约不了 另外这两间检测中心 情况亦都一样 食物局卫生局局长陈兆史说 会视乎情况 研究是否需要延长计划 陈兆史出席电台节目 说现时每日都有源头不明的个案 反映病毒传播链仍然未断 普及检测有助找出社区的隐性患者 对控制疫情有重要的意义 陈兆史又说 普及社区检测计划 不会影响高危群组的检测 高危群组包括安劳院社和逃房员工 当局早前又位住在宿舍等待转换雇主的外傭提供病毒测试 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 参与率不理想 罗志光在网志说 8月9日至20日期间有1780人参与 但正在香港等待签证的外傭估计大概有6000人 罗志光又说 入境署已加快处理外傭的签证申请 现时仍然等待签证的外傭人数 已经由8月初大约6000人 减至现时大约1700人 东网记者终由美报道 全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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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 全部 x 煎 试